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是美洲的任何一个国家 想与美国的对手结成军事联盟 听见没有 那美国的态度会怎么样呢 我们不是觉得俄罗斯的反应让我们不能理解吗 我们不是千方百计支持乌克兰 给他递刀子递大杀器 进各种先进武器 枉死了砸钱吗 那边砸了50个亿 然后去年秋天砸了9000多万 然后最近这几天已经砸几十个亿了 如果掉个钉子想 隔壁王奶奶掉个钉子想 换个换位思考 试想一下如果墨西哥或者是古巴 或者是美洲的美国边上任何一个国家 想和美国的对手结成军事联盟 美国态度会怎么样 这话有什么意思 你俄乌冲突升级啊 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边倒站在乌克兰一边 说乌克兰怎么了 乌克兰拥有自己的盟友的选择权啊 他加不见北约管你什么事啊 然后对俄罗斯进行严厉的道义谴责 经济制裁 然后全球结算系统去给踢出去了 然后呢银行银行把人俄罗斯 俄罗斯大款的钱都给扣了 日本跟着 我弄我弄过去 俄罗斯四家国家银行的钱 日本人全都给趁机会敲诈 连瑞士中立的面具都撕下来了 全世界开始瓜分俄罗斯呀 但是你知道吗 俄罗斯方面认为 美国领导下的北约不断东扩 是你在压迫俄罗斯的生存空间呀 你对俄罗斯这个国家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俄罗斯是忍无可忍被迫做出的反击 一个人被打击 一个人被欺负 一个人被威胁 这个人难道不可以做出反抗吗 桑德斯他隐晦的批评 美国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立场的双标 桑德斯说 美国在过去200多年的世界里边 一直奉行门罗主义 门罗主义什么意思 就是美国不会介入欧洲各国之间的战争 门罗主义门罗主义 你们打我不管 门罗主义门罗主义 你们打吧我不管 我不插手 也要求欧洲各国不要插手美国 美洲的事务 否则 如果你不奉行门罗主义 那就是危及美国的和平与安全 美国自认为整个美洲都是自己的后花园 也就是自己的势力范围 地缘政治 地缘挨着我的 这些都是我的后花园 欧洲你不能过来 你不能过来 你过来就是危险美国的安全 这是美国多少年来一直奉行的 认为美国有权力 对自己第七类的任何国家进行干涉 注意啊 不光是我的后花园 而且是你不能管我 我却可以随意处置 因此根据这个理论 美国已经破坏 美国已经推翻了 中美洲的拉丁美洲的加勒比海地区的至少十几个国家的政权了 注意说这话的桑德斯是在美国参议院里面讲的 下面那些美国参议院的大佬 什么卢比奥者之流 什么格雷厄姆之流 都在那听着呢 他们都听到了 没有反驳 为什么 这是非常克制的 谨慎的表达了大家众所周知的事实 美国随便颠覆啊 光是在拉丁美洲 在中美洲 在什么加勒比海 十几个国家 我看不出眼就给你掀发了 再不顺眼 我再掀发一次 美国就这么干呢 桑德斯在演讲当中列举了美国1962年 应对古巴导弹危机的例子 据桑德斯说法是1962年 美国和苏联差点陷入核战争 原因是美国要回应前苏联 在距离美国海岸的多少英里 几十英里的范围之内 在古巴部署弹道导弹 不足百英里部署弹道导弹 当时的肯尼迪政府认为 苏联的做法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 不可接受的重大的威胁 所以要启动 启动什么 以核武器反制制 大家知道 整个人类命运悬于一线 桑德斯说 你怎么反应那么强烈 很显然 美国不能允许自己的安全范围之内 存在军事威胁 好了 那现在倒过来看 你现在站在俄罗斯的角度上来看 同样是作为地区大国 美国坚决不能接受的事情 你凭什么 就你凭什么 你要求俄罗斯就必须忍下来 俄罗斯忍没忍 忍了 北约东扣 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 一个指头说了 你北约东扣五次 俄罗斯都忍了 都说普京是硬汉 硬汉忍了 硬汉没办法 人在乌烟下不得不低头 但是到最后 他要拿命来抵 俄罗斯这个 俄罗斯还能够承受再一次解体吗 俄罗斯凭什么要忍气吞声啊 桑德斯的话是 即使俄罗斯的领导人 不是今天以铁腕著称的普京 也不可能无视目前 这种肆无忌惮 这种形式 美国和西方社会 可能依然要面对乌克兰局势 不断恶化 就是说今天 无论是不是普京 隐含着不是 格雷厄们刚刚说暗杀普京吗 就算普京没了 俄罗斯民族就屈服了吗 俄罗斯民族是一个普京吗 同仇敌忾 连戈尔巴乔夫这样的软弱者 这样脑子不识数的人 这样自大狂 这样断送了这个 苏联共产党的人 现在都坚决支持普京 更甭说九加诺夫了 包括很多反对派 所以 所以现在 桑德斯有个说法 他支持通过外交途径 来解决问题 乌克兰的主权要维护 而俄罗斯的关切 我们必须给予充分的考量 回到开头那个问题 桑德斯反问 说你们真觉得 美国的议员们 会风轻云淡的说 墨西哥是个独立的主权国家 墨西哥当然有权利 做他任何想做的事情 不管你们信不信 反正我不信 这话对 那这种情况之下 是俄罗斯人做错了什么 还是美国人做错了什么 美国人是不会有错的 因为正确与错误的标准 由美国人来定 正确与错误的标准 由美国来定 因此美国人就没有错 上帝为什么不犯错误 因为上帝决定 谁错谁不错 知道吗 美国人今天要扮演上帝 美国人不是对别人 缺少最起码的平等 但问题在于 只有别人屈从的情况之下 你作为裁判者 作为惩罚者才成立 那如果别人分歧反抗呢 现在俄罗斯 核武警戒上升到最高级别 难道人类真的要启动 第三次世界大战 拉夫罗夫说了 人类第三次世界大战 那一定是核战争 美国人有本事打一场核战争吗 打了核战争 那好了 我们一下回到石器时代 对不对 美国接受不了邻国 古巴存在军事威胁 为什么要俄罗斯来接受呢 这是一个多么简单的道理 但是你知道吗 跟美国人讲道理是没有用的 美国人不是不懂道理 他不是认识问题 是立场问题 不是认识问题 而是习惯问题 他已经习惯了居高临下 已经习惯了仲裁别人 已经习惯了在世界范围之内 美元割韭菜大炮呢 推翻别国政府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想打哪就打哪 所以好莱坞的大片里面经常这种场面 美国特工 类似Ramble这样的美国英雄 出去之后 把人一个别国总统就给收拾了 阻止了世界大战 狂妄到了极点 但是今天这个世界上 至少有两个国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 二俄罗斯 这两个国家 它有一个联合声明 就是关于这个世界上 我们这两个国家 有一个共同声明 就是说 要现实一个多极化的 彼此尊重的 联合国为基础的 以法律为准绳的 这样一个体系 美国人甩开联合国 这两天跑联合国开会 谴责俄罗斯 联合国也是美国的尿壶 想用就用 不用就扔到床底下 甚至扔到垃圾堆里面去 分类垃圾扔到 那湿垃圾那里面去 根本就不用 现在捡出来 是作为工具使用的 美国人今天在世界上 他们讲的规则是什么 是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啥叫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就是我们跟几个一捏骨 主要是拜登老先生 一拍脑袋 然后跟几个一捏骨 这就叫国际秩序 只要有利于我 你就必须这样 你不这样的话 你就是人类公敌 你就独裁专制 黑暗 甚至这两天 你知道美国人在制造 关于普京的谣言 制造普京精神不正常 精神正常不正常 自己还不知道吗 美国几个老头 几个老太太 七老八十都这岁数了 过去诋毁社会主义的时候 过去大家知道 上个世纪 大概八十年代的时候 赶巧那时候 这个苏联那几个领导人 什么七二年科呀 什么这 年纪都有点大 连着死了 三个国家最高领导人 这时候突然间发现个麻烦的事 再选 再选一个八十多岁的 党内有威望的 中央工作地方经验比较丰富的 苏联人害怕了 说不行不行 哪怕仅仅是从 不被别人耻笑的角度 我们要选个年轻的 于是才把有边疆工作的 有博士学位的 夸夸其谈的 从来就没有中央工作经验的 就算局外人 戈尔巴乔夫50岁 提起来变成了 苏联的一把手 俄罗斯那时候 组织部门也严重失误 被戈尔巴乔夫 表面现象所迷惑了 觉着他很忠诚 利润上很强 滔滔不绝 没有俄罗斯 没有这个莫斯科的 复杂的人际关系 反倒是一张白纸 当然好好栽培他 他表态不错 表态不错能做证据吗 我们现在 关起来那些贪官 哪个人表态差呀 哪个人不会说呀 好 戈尔巴乔夫表现很优秀 然后选上来 选上来之后呢 他根本就没有 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根本就没有 共产主义的信仰 个人主义膨胀 把个人利益凌驾于 苏维埃 社会主义事业之上 于是乎 本来呢 救病就很多 他又制造出一些新的毛病 他像中国某位人士一样 夸夸其谈 动作幅度很大 每到一个地方 学习列宁演讲 手掐在这 朋友们 帝国主义 就是这样欺负我们 我们的前途 我一会儿再告诉你们 关于农民的道理 好家伙 大家一看 很有领袖范儿啊 演一个领袖 跟今天 泽连斯基一样 演一个男一号 戈尔巴乔夫一世间最新鱼 扮演男一号 好家伙 受到狂热追捧 因为有人不理解 他怎么还受到狂热追捧 告诉你很简单 因为他什么都答应你 不就是提要求吗 我答应你们 好 我答应你们 吓得这个 当时秘书班子的人说 不能答应啊 这事儿 历史上曾经 他不听 因为他根本就不准备解决问题 除了个人声望 个人声望 尤其是国外一看 人家 人家这个美国 英国情报机关 早就看好这人了 自大狂 有接触 可能为我们所用 因此 他进入到中央工作 甚至在某种意义上 就是西方的谍报战 意识形态战争 和平演变的一部分 果然不负众望 西方稿费拿了一百多万 赖莎薄薄的小册子 还不是赖莎 他老婆赖莎 还不是自己写的 而是别人写的 他签了个名 于是就拿了几百万美金的 这个稿费 戈尔巴乔夫 完全被胜利冲魂头脑了 于是苏联三十年前 亡党亡国 今天的俄罗斯 那时候就好比是喝 沃德嘎喝晕了 现在解过闷来了 普京的说法是 如果你不痛惜 苏联的这种的亡国 就没良心 但是想回去 想回去你脑子不好使 你幼稚啊 那现在怎么办 现在你已经共产党不执政了 你现在已经地盘缩小这么多了 你现在呢 你没有去威胁欧洲的念头啊 你是要保护自己的生存 但是美国依然跟你不依不饶 大家知道 前苏联刚刚解体那时候 反社会主义 反共产主义 西方普世价值 深入人心啊 亚克力夫这样的人 在俄共中央担任宣传部部长 实行历史虚无主义 比中国前些年的历史虚无主义 搞得厉害多了 但是呢 普京执掌俄罗斯20年 止住了俄罗斯的断崖式下滑的 这种局面 俄罗斯的老百姓 也在残酷的现实面前 看清了帝国主义的本质 看清了俄罗斯民族 只有保持尊严 人民团结 起来斗 起而斗之 才有可能站得住脚 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完整 所以这一次 俄罗斯的特殊军事行动 是受到了整个俄罗斯 朝野上下的 一致拥护的 普京的这个支持率 直下拉升 那回过头来再看 美国在古巴尔导弹的危机上 说是表现得非常强硬 中国公知制造的舆论是 美国一放怒 赫鲁晓夫腿肚子又哆嗦 然后赫鲁晓夫一尿裤子 然后呢 古巴导弹危机就解除了 就解除了 公知没告诉你事情的另一面 桑德斯这段话里边 讲的是事情的真实 那就是说 苏联人在古巴附近 在距离美国海岸线 90英里的地方装了弹道导弹 美国人急了 要应对 但是大洋深处 有苏联的潜艇部队 千军一发 美国人 苏联人都意识到 这游戏不能玩了 这游戏玩到 玩到核武最高警戒级别的时候 人类生存 面对威胁 咱俩在大洋当中 就一条小船 咱俩凿船 真凿漏了 脸儿全下去 那怎么办 退一步 你退一步 我退一步 赫鲁晓夫尿裤子之后退了 可尼迪也尿裤子了 也退了 两个人把背心脱下来 手一拧 哗哗哗都是水 人类从核战争的边缘 擦肩而过 好 这种游戏玩不起 因此普京就断定了 现在如果你们要把这种 对俄罗斯的制裁 对俄罗斯的这种攻击 上升到最高级别的话 那普京就不惜一战 因此在今天 美国的制裁也罢 美国呢 递刀递枪的这种打击也罢 不会有美国人期待的最后的结果 你也没有办法制裁 受到最好的效果 彻底孤立俄罗斯 拉夫罗普奖了 世界那么大 世界上不只是有美国和北约 制裁俄罗斯 这么多年了 能怎么样呢 伊朗被你制裁这么多年了 伊朗一个小国 尚且如此 那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 能够被你彻底击垮吗 中国人在情感上 同情俄罗斯 同情乌克兰老百姓遭的罪 也同情 这个俄罗斯的 今天的国家处境 为什么呀 道理很简单 因为这里面是一种共情现象 就是说美国打压俄罗斯那套做法 和打压中国一样的 共情吗 还有 美国人收拾完了俄罗斯 会腾出手来 更加残酷的收拾中国 因此 我们站队 正确的那个队 站队 根据事情的是非取直 来处理国际事务 那中国老百姓 最具同情心 最具正义感 最爱好和平 所以我们才与俄罗斯 有共情现象 所以我们才同情乌克兰那些 可怜的老百姓 泽连斯基不代表乌克兰 你是犹太人 犹太资本集团 你呢完全是美国的一个傀儡 所以真正给俄罗斯 给乌克兰带来灾难的 是美国被约连同 乌克兰的傀儡政府 好了 这期节目就说到这 关于桑德斯先生的观点 您有什么评论